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的频道 有没有看到很可爱的小的个体 左边这个是蝴蝶兰 那是什么蝴蝶兰我不知道 你看看它是硬壳装的 那是那种硬的纸壳 跟我们用的那种软壳形态的不太一样 这是硬壳装的蝴蝶兰 那这个在哪里呢 这个其实在韩国的大圈 昨天我看到的东西非常有趣 4500韩元 4500韩元大概是多少钱呢 1万韩元大概在240块钱台币左右 所以呢这个可能在100出头元吧 小苗 那我比较有趣是这个 你看这个也差不多100块 这应该可以开花了 这个是长生兰 或是称为日本风兰 你可以看它小小的个体 那但是这个已经是 大概可以接近开花租了 又很称为富贵兰吧 应该是这个没有错 那它的卖价大概就是在4500韩元左右 非常的可爱 以蝴蝶兰而言 如果是原生种的话算便宜 但是它可能不会是原生种 不过右边这个呢 就是风兰 以这个风兰的价位算是非常的便宜 因为台湾的那个富贵兰字 价格还蛮高的 而且就是俗称的日本风兰 价格其实不便宜 那左边这个蝴蝶兰呢 其实你可以看它的那个材质很有趣 它也用水草 但是它水草非常的硬 而且突出来的 跟我们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通常不会突出来 这个怎么棚起来 跟那个我们看到的通常在 我们花市里头都是平的 完全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非常有趣 那这个呢 大概就是在那个 他们的百货公司的下面 有个专门卖植物的柜看到的 非常的特别 那这蝴蝶兰大概是我们俗称的 1.7寸的大小 那什么蝴蝶兰没有写 我觉得可能是杂交的啦 交配型的 那这个风兰呢 其实也可能是交配的 但是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都没有写学名牌 那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 纯种的还是交配种 不过我能猜大部分是交配种的啦 因为这里毕竟它是一个消费的地方 不是卖原生种的地方 那就这样挤一盘还蛮有趣的 那但是不能带回去 所以呢 就只能看看 那风兰呢 我觉得长得真的不错 34牙45牙 价位才4500韩元的话 算是非常CP值高的一个品系 好我们来看另外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 你可以看它的不同的个体都是一样 都是凸起来的 所以呢 这表示呢 它在种植的时候 跟我们用的手法好像不太一样 不过它们下面不知道是塞什么 你看它根都有跑到下面去 所以它根是穿透到底层去的 跟我们种法真的完全不太一样 我们通常会拉住平的 不会让它整个翘起来的感觉 好那这个呢 风兰呢 就是它的材质也是硬塑胶 这个也是硬塑胶 这个就比较像我们在用的那种塑胶盆 但是比较硬一些些 通常呢 我们用的都是软塑胶 你看黑色的 不管是黑色的是透明 都是软塑胶 在台湾比较常用这种东西 反正硬塑胶比较少看到 好这个呢 也是多牙型的 你看好几牙 至少是四五牙以上 这个大小是可以开花的 以日本风兰那个小小的程度 这个大小差不多是一个开花酥的程度 那基本上回去呢 这种种植就不知道啦 因为你看它水草已经 开始已经慢慢的补坏了 它水草的品质没有这么的好 就是都已经变成一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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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水草品质就表示它已经是裂化了 裂化了水草品质 所以呢 这个理论上回去都要换盆的啦 至少要换那个材质 它开始有点裂化的状态 不过你看根都穿到底部去了 所以就表示 种植的还其实还不错 不过在他们这里的环境呢 冬天太冷了 不能放到室外去 现在温度呢 白天就在20度 晚上在10度 甚至有时候白天不到20度 这些已经是冬天 我们那边冬天的气候了 好我们下次见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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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